有一個他認識的男士 即是一個男生 他當時認識這個男生 他說他是很奇怪的 是街坊街里 他說因為見到這個男生已經很年輕 因為其實現在農曆七月十四的小加伊 其實通常都是在上一部做的事情 他很有趣 每一年他在農曆七月的時候 他都見到這個男生 差不多是整個七月 整個農曆七月 他都會小加伊 而他是很年輕 那時候看他差不多成燒了八九年 只有他一個 也不是十幾二十歲的那些 他應該是二零三十歲的那些年紀 即是三十多以上 他其實很奇怪 而且通常你燒加伊 其實通常那些 即是你見到開街 有些什麼元寶會化 還有七彩的衣紙會化 但是他就很留意到 他走過的時候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個人他經常燒 都會有一雙紙紮的鞋 零零丁丁放在旁邊 最後他就會化掉他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奇怪的 他講了這麼多年 有一次他是街坊街里 有時候也會聊一聊 即是打花山聊一聊 還問他這件事 沒有立刻問 他問他為什麼你經常燒紙紮的鞋 是呀 誰的這雙鞋 你這麼有趣 你是誰來的 你瘋的嗎 他認識了 然後說這個人 他又打電他在家 全部都健在 他就很奇怪是什麼事 他都忍了口 差不多兩年多三年 可以真是聊聊天 即是朋友 才有問過他那個故事是什麼 他說有一次是他們晚上喝完喝酒 即是他們兩個在下面喝酒 吹喝水 然後他說其實你挺奇怪 龍力七月就是來了 今年你是不是又會在那裡笑話 然後說你有留意嗎 然後他就有問開 那個事情 其實是我看到你真的有雙鞋 那一開始是欲言又止那些 那之後他就有說到那個故事 就是關於這雙鞋的故事 那是源於他說有一次是交通的意外 是的 那就是你意外然後導致有一個人死了 那其實那雙鞋是給那個事主的 是的 那他說為什麼這麼多年 你都好像你是不是放下還是什麼 他覺得是心結來的 就是我這個朋友覺得放下 可能他也走了 然後他就說回原來是當年一出事的時候 是剛好都在龍力七月的前後來的 就是那一宗意外發生的時候 那他就說意外發生之後 那他一來很自責 因為其實真的是出於意外而已 嗯 那他詳情沒有說 但是他就說在之後呢 發夢經常會不斷重複的畫面 那你很正常 你可能是創傷後遺 做什麼都可能有機會 哦 然後他就開始是覺得自己 在一個夢裡面 看到有一團白色的影 無論他發生什麼夢也好 都在這裡的 他起床只記得有一團白色的影 其他情節他忘記了 然後就是隨著 就是慢慢日子開始過的時候 他發現這一團的影 開始越來越清晰 在他的夢裡面 甚至乎他就是覺得 這個影是在他的日常生活裡面 即是他清醒的時候 都開始會有好像見到他的出現 哦 由個夢變成好像現實一樣 是的 就是講講那種清晰 他很有趣的 他說一開始是灰灰蒙蒙 有時候可能是認著有人走過 但是直到他真的很肯定 是看到有一團的影 可能在某一個開升降機的時候 看到 想到何時看到 有時候想到開一燈的時候 就看到 而日子越來 那團的影 形象是越來越清晰的 嗯 他有嘗試跟家人說 家人覺得他可能是心理又病 因為陰影放低 然後帶他看過他覺得不是 他去問一些所謂的師傅 那師傅一說就是說 有個女孩子一直都跟著了你 然後他記得他有時候 他有時候嘗試去問 怎樣可以去解決這件事 他說那就是化一些東西給他 都是最基本的東西 但是一直都幫不到 然後就是看到那個女孩子的形象 是越來越清楚 即是化一些 直接看到有五官 嘩 有面容等等的東西 看到了 那他只是很印象深刻 就是他何時開始有燒東西給他 其實他有燒過 但是為什麼他那麼神心呢 一來他的罪咎感在那裡 二來就是他記得有一次是一回到家 只有他一個 他家裡關燈的 嗯 一開燈的時候 就很清晰看到這個女孩子 站在一個走廊的盡頭 嘩 那不是血淋淋的 但是他很肯定是那個女孩子 嗯 而他唯一最著眼的一點就是 這個女孩子是沒有一雙鞋穿著眼的 哦 是的 那他一直都沒有記錄到 究竟意外發生當日 他是不是可能移送的遺體的時候 沒有了一雙鞋還是怎樣 但是這個影像在他腦裡 是覺得 哦 其實可能是 因為我這件意外 令到他死了 然後他連鞋也沒得穿 他覺得心結的應該是這樣來的 所以女孩子的執迷就是在這雙鞋上 所以他就每次都要燒一雙鞋 於是他每一年 他月一化的時候 他一定會有一雙紫質的鞋 鞋在那裡化給他 嗯 那我這位朋友聽他這樣說的時候 他就說 那現在有沒有任何的進步 即是進展 他說沒有的 我一直都加不少 還是看到他的 那你有沒有 你那個師傅幫不幫到手 他說 聽過不同的師傅 有不同的解說 有人說他的執念還沒放下 有人說其實可能是冤親債主 嗯 很多不同形形色色的東西 那他已經叫做好像是 是適應了一個這樣的人 在他的身邊 然後我這位朋友問 那你打算什麼時候才能放下 放下 放得下這件事 因為他覺得這件事會影響你將來的很多很遠的路 然後他說這個人 然後他沒有出聲 嗯 然後他就看著前面 然後他就在等著他 然後聽到他抽入 哦 聽到他抽入 然後他就拍 就是覺得 那麽多年了 你做的那個情緒更厲害 是 然後就算了 然後拍一拍他 嗯 就是繼續坐在那裡等他 然後隔了 好像兩三個字 還是不出聲 就是不斷在那裡抽入 嗯 他覺得奇怪 男人老九 為何你會抽入呢 還有那麽久呢 還有那麽久呢 然後他就說 算了這些東西 是 過去 我想他如果明白 他也會原諒你的 是 接著他說 聽到這個男生 然後是 好像 雙眼很空洞 看著他 然後他就說 找女生聲說出來 就是 我不會原諒他的 嗯 但是一個女生的聲音 女生的聲音 接著我那個朋友 就打了一口 就是 然後那個男生突然醒了 然後醒了 噢 我哭嗎 嗯 接著他說已經不是第一次是這樣的 噢 之前有好幾次都試過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朋友那次就突然怕一怕 嘩 你說真的 鬥後鬥面在他面前 他起初還是覺得我沒事的 這些可能是你承認的 但是 那次他自己的經歷就告訴他 我原來真的有件這樣的事 嘩 那這個呢 就是我朋友前陣子跟我說的 就是關於他在農曆七月以前 與過一個 他的街坊 小介意的街坊 現在他們沒有任何的聯絡 因為都已經搬走了 就是我朋友搬走了 但是那個街坊應該都還在那裡 還在那裡 是 那 今天繼續聽你打來講任何的鬼故事 是的 特別現在農曆七月我們都想聽一下 看看會不會是關事的呢 嗯 他說見到在路軌那裡 還沒有賣站的 他見到有一個人 突然之間在前面出現了 嗯 因為你的車沒得停的嘛 所以他見到那一下之後 其實車已經過了 嗯 他是聽到好像撲一聲 好像撞到一些東西 那他 就在想 是不是自己的眼花 還是怎樣 他還沒有反應得切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 他自己心裡想 是否撞到人呢 剛才那個是什麼來的 在心裡想 想想想的時候 他聽到在那個駕駛艙的 左手邊耳邊 有一把女人跟他說 是呀 嗯 這樣 對 然後他 很害怕的 那時候是剛剛上班的 嗯 他就 解釋不到 只是那一下看到那個影 是一個女人的影 嗯 他就應該覺得 自己那一下 不小心 撞到這些東西 然後後來他就上班 就帶那些 那些 守護著的東西 在手上 那之後 Touchwood也沒有見過 但那次就真的 只是這樣看到 很短的樣子 但那次聽到我就 很害怕的 因為那時候在乘地鐵 他跟我說的 哈哈 因為一起回程回家 是的 那他現在暫時 駕駛了這麼久地鐵 遇過一次就是這個 真的嗎 是的 是的 那這個車掌的位置 他剛好看到 是的 那不知道是 沒有人證明到 他自己看到 是的 就是以前那些驚天款 也是 是啊 有人在那些火車站 那些 就是看到有人跳下去 嗯 但是 不只是在香港的了 我其實有另一單 在日本也是 是 是 然後叫 報警 然後來到 一看的時候 其實什麼人都沒有 嗯 但是很多人聽到 看到有人跳下去 也是聽到有人喊 但是 沒有 就什麼都沒有 是啊 City Legend 是啊 喂 Hello 你好 你好 你怎麼稱呼啊 番茄 番茄 你那個靈異的經歷是怎樣的呢 在七月節的時候 是 即是七月 農曆七月 是農曆七月 在加拿大 那 當時 在黃昏的時候 就跟他姐姐 聊電話 聊電話的時候 就 就是 天開始有點黑了 然後就 看到窗簾簿那裡 就有一隻很大很大隻 從未見過這麼大的 飛鵝 飛鵝 就是 起碼有三寸 乘三寸 那麼大 然後我說 哇 這麼大隻的 就告訴他電話裡面的姐姐 他就說 哇 不要嚇他啊 世伯來的 我說 不是吧 他說 今天是七月節嘛 這麼說 哇 你會嚇我啊 這麼說 講完之後 我就忘記了這件事 嗯 嗯 那麼就接著電話收了線 到了晚上睡覺的時候 就睡到 睡到 三家半夜 蒙蒙隆隆的時候 就 就是 醒一醒 就看到 整個環境 就是 自己 就是自己 自己家裡睡著 那裡 就是我男朋友家裡睡著 那裡 那麼 對了 左手邊有個櫃啊 我是睡下隔的床床的 就看到上隔的床床的 底下 整個環境就是 就是真實的 就是不覺得自己是做夢的 那麼 就看到 上隔床那塊床板的底那裡 忽然之間 就有一個男人的形 那個高度 就好像我男朋友的高度 那樣 但我沒見過他爸爸的 那麼 他就 好像一個紙板 卡通片的紙板公仔 是 這樣降到我身上 是 然後呢 右邊身就動不了了 是 是 這樣就很害怕 好害怕 就是 之前呢 十幾歲的時候 就見過 那些東西 是 有個人 就教我 去信道教 他說你下次見到就不用怕 你呢 就練阿摩尼陀佛啦 這樣 那我就念了 正經念 不行喔 這樣就很害怕 然後小時候讀天主教學校 唸一下那些 不知道什麼天主教的經驗 又拿出來唸 嗯 對了 又不行 然後唸第三樣 第三樣 也不知道什麼 都是不行 不行 之後呢 就蒙蒙隆隆之間 就睡著了 那 就是 什麼時候鬆回來 不知道 然後呢 睡到 又睡 睡了一段時間 那又 蒙蒙隆隆又醒了少少少 聽到隔壁那棵牆 即隔壁那棵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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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些水聲 那我就不為意 咦 水聲的 那這樣 但是因為往時都會 晚上聽到隔壁那棵牆 都會聽到隔壁那棵牆 開燈的那些聲音 即啪啪 開燈的那些聲音 聽到 但從來沒試過聽到水聲 那麼厲害 然後都未為意 後來聽到 擦手的 嗯 嗯 擦手的聲音 是 那我 嘩 又很害怕 即隔壁那棵牆是有事 ok 嗯 是啊 然後又很害怕 然後又不知怎樣 蒙蒙隆隆又睡著了 那那一晚就很奇異地 又發了一些很恐怖很恐怖的夢 所以你就覺得加加賣賣其實就是 你男朋友的爸爸就返了你家了 應該是的 幸好我有裝香給他 是 即是每一天都有裝香給他 哦 ok 其實我從頭到尾他也沒見過 我也沒見過他的 他過了生的時候我才認識他等 哦 ok 總之在剛好日農曆七月的時候就遇到這件怪事 不 簡直是當日 七月十四 七月十四 七月十四那天 那你有沒有跟你男朋友說那晚發生的 沒有啊 不敢的 那時候走遍了 是 連他家車都沒有說過 那之後每一年七月十四他都回來探望你呢 沒有啊 搬走了 哈哈哈 他要找你做什麼 沒有啊 好啦 多謝你提供這個農曆七月十四 謝謝你 謝謝你 再見 拜拜 你打來講鬼故 Hello 喂 你好啊你怎麼稱呼 是你啊 姓李的 李小姐你好 姓李的 是 是 你的經歷是怎樣的 呀 啊啊 嗯 啊 啊 他那麽小時候就沒理由拿到,不夠拿到 但他不停地喝水,看到地上很多水 知道幾條水路,很多水在地上 我知道有問題,到第二天去賣元寶蠟燭的地方問一下究竟什麽事 那個元寶蠟燭的人說他惹了水櫃上來 叫他買一份元寶蠟燭帶他去碼頭 晚上再去碼頭帶他,請他走 後來當晚拜了之後,水櫃真的走了 哦,好幸好,請他走了 那麽我姑娘抓幾東西,當時他那麽小時候也沒可能自己做到那麽大力的東西 拿到水,好啊 好啊,多謝你提供這個故事 好,謝謝 拜拜 我朋友前面跟我說他小小的媽媽一個故事 他說他家人有好幾個都見到這些鬼的 有時是感受到,有時是見到 他自己是挺局外人的 因為他經常都說我完全看不到你,也感覺不到 但他很相信有這些鬼形精怪的東西 因為他在家中,他剛剛吃吃飯的時候 突然會看著後面,沒有你的事 就是那些來的 他就習慣了 全家都知道他不是跟他們說話的 他姐姐那些也會無緣無故看著別人 就是你眼前沒有的人,會有這些奇怪的經歷 他說是第一次接觸到所謂有這些鬼異的東西 因為他剛才說的是水鬼 我記得他,他媽媽以前是住在洪水橋附近的 也是一個傳聞中說是一個比較多靈異事件的地方 他說有一次是他媽媽,因為他回到那裡村屋 他突然間,本身是好地地的 還說是一起吃飯,很精神的 但回到家,說的是十多分鐘的事 突然間發燒 病,見魂 他已經覺得是一件很奇怪 他媽媽因為都有見到這些東西 他就只聽到我媽媽,又見魂拍一聲 你不要啊,不要走過來啊 有這麼沉沉啊 有些這樣的說話聽到 因為他們家人都知道大家的能力是怎樣的 大家都覺得這次應該是糟糕了 好了,他們那時候會做的是什麼呢 他們就不是認識師傅 他們就是去那些雙屬的醫子店 就是所謂查的那些日腳 日腳? 我忘了是否類似通姓的東西 幫你檢查一些時人發誌 然後醫子店的人就會告訴你 哦,你對了,你糟糕了 你遇到鬼了 或者你遇到什麼鬼了 然後他就可以回答你 他就跟他說,你媽媽 他說那個類別的鬼叫什麼呢 好像叫何伯 河伯 根據他跟我說的類似水鬼 或是河神 那究竟他是何方神聖就不知道 總之就是因為他回家的時候 不知道怎樣踩上他的尾 那個醫子博是這樣 你踩上他的尾 他明明搞你了 他們就回家就是要叫他媽媽 他說在河邊那裡有一個十字路口 很喜歡十字路口 不知為何 就說要去化一些東西 哦 就把他媽媽拿出來 然後就幫他化 開題化了很久都化不著 很神奇,只是紙來的 是啊,一燒就穿了 到最後,大家就在那裡說 你放我我媽媽,你不要搞他 又要求又成這樣 突然就趴著了 趴著了的時候 他媽媽就震真震真震 他那時小時候看的是很害怕 突然震 對啊 那時因為夜晚上才可以化 因為燒給那些陰雲野鬼 你不會日光白化 晚上然後看到他媽媽 面色昌白 然後火光又紅紅 然後媽媽震又飄冷汗 她說最記得的就是她奶奶不斷阻力,然後說你們不要叫我 她事後她奶奶跟她說因為聽到很多人叫她的名字 當時她說她姐姐、媽媽那些都說她們在化妝的時候,突然間因為那裡水淨河飛 然後突然聽到周圍市集很多人 但聽不到別人說什麼,但聽到很多人叫暗暗暗的 而去到化妝後,她奶奶突然醒醒了 沒有再震了,清醒了 然後我想她奶奶也知道是什麼事,她跟我解釋 我想她奶奶也知道 但她說事後最詭異的是她奶奶穿黑色衣服 她說真的看到有一個很清晰的手掌印 在她奶奶的背部,好像向下滑 看到五道指引向下滑 沒有人的手掌是濕的 你以後化妝,你不會弄濕的手 也附近是沒有水沒有成的 也手汗不會那麼大 但她說可能是你化妝的時候,她嘗試或是掙扎 還是怎樣 拉你走 她說小時候是其中一個是 她來自全家都看到詭異的家族 然後裡面一個詭異的事情 何伯 我印象中是何伯 更多靈異故事 敬請關注Youtube平台 發明人間 也可以成為會員支持平台 下次見 委员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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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